內湖科技園區的交通問題 一直是市政難題 北市府協同內科協會 以及公車業者 開闢新的內科到南港 軟體園區的路線 市長講完出席通車典禮 但藉此降低兩地之間的車流量 我們全台灣第一個 民間投資的都市計畫的典範 我想每一年所創造的產值 不斷的攀升 所以未來產業的發展 內科結合南軟 以及我們未來北市的 絕對是重中之重 我們致力打造一個科技老大 所以這邊不只是匯聚非常多的科技產業 我想未來我們相關的投資 也會不斷的湧入 包括去年台塑總部的進駐 以及威剛總部大樓的落成啟用 再加上上個月我們完成 內部區談美段和偽創的 提倡權標授的簽約儀式 我想我們不管是大力的招商 吸引投資推動產業發展 都有具體的成果 那當然除了讓產業蓬勃發展 打造科技狼帶 經濟能夠全面提升 更重要我們如何打造一個優質的產業發展環境 能夠讓這邊工作上班推動產業發展的很多民眾 能夠享受優質的體驗 我想這也是我們重要的政策方向 所以內科的交通如何改善 一直使我們施政的重中之重 我上任一週內 我就到內科來實際視察 瞭解整個問題狀況 所以也成立了輔接專業小組 擬定了短中長期的計劃 包含一開始路口進空增加建景率 另外我們透過很多路型工程的改善 不管是瑞光路353項 左指道的規劃 另外包括雜道的建設 以及大家關心捷運工環段的興建進度 目前也已經完成的西部設計正在招標 我們希望預計在年底可以正式的動工 我想總總這些我們都不斷的努力 我們認為我們要找方法 我們是找借口 所以目前我們平均分封時段 相關通勤的時間 已經下降了6%到13% 有具體成果 但我們認為還要再努力 我相信最近有來內部的都會感覺到交通切實改善 尤其於我們內科媒體企業很多 我相信他們一定在跑新聞的時候 第一個一定體驗得到 內科交通我說實在 因為我也是在內科裡面 我每天看著交通 我可以看到彩虹橋 所以我很明顯的感覺到內科的交通真的改變 這個我要特別感謝我們蔣花安市長在這一年都來 帶領的事務團隊 也跟我們內科開國的數字的會議 我們所得到的結果 那今天雙眼的巴索來行為開通開車 今天看到各位汽車的那個大老闆都來了 就代表非常重視了 我相信這一條內科跟藍卵的通修行為發生 我相信一定會舒軟的讓內科的交通更順暢 內科協會一直是台北市政府跟我們企業代表的橋梁 其實我們從一接任來 我們就對內部的交通我們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們鼓勵企業來做ESG一定運輸的計畫 也鼓勵企業來鼓勵人工 我們來減探存者的一個方式 我們募集已經募集到一百多家 蔣花安直言內科交通要能夠徹底解決並不容易 但目前也確實出現了具體成效 交通局每週監測觀察到目前平均可以讓通勤時間 縮短降低至6%到13% 會持續推動短中長期計畫 所以包括我們甚至對於捷運車廂的改造 不斷搬距希望提高整個承載量 來緩解尖峰時段通勤民眾他們的壓力 等等這些我們都不斷的在推出 包含今天的雙元公車 我們也是經過事前的問卷調查 走訪企業以及公運處 透過我們之間公車旅士的大數據分析 了解到確實有這樣的需求 我想平均每天有1700人士 不只是有空情的需求 還有園區內外業務交流的需要 所以我們這次規劃路線 也是採用跳蛙公車的路線 可以透過APP事先預約 另外我們也提供相關的誘因 包括結合台北市內的公車路線 我們有雙向轉成半價的優惠 另外我們也謝謝優卡公司 我們把這一次雙元公車 納入到我的減碳存折方案裡 也就是所有的民眾通勤族 每天搭乘我們的雙元公車 可以累積公里數 換算成我們每天減少的碳排放 就會有優惠毫比 所以我們很高興 也很感謝我們內科協會 我們公車業者大家共同的享受 結合市府我們三方的努力 可以讓雙元公車今天正式上路 當然也要謝謝我們辛苦的業者夥伴 大家共同努力 提供優質的服務 讓所有的通勤民眾享受優質的體驗 北市府透過公車業者的刷卡數據 問眷並實地走訪兩百多家內科 及男軟企業 發現每日會有約一千七百人次 會在兩地亡犯 因此結合了十家公車業者 共同開闢新路線 未來也會是營運狀況 彈性調整公車路線 記者網民局台北報導